我以前做唱片公司幕后人员的身份 我做过两份工作都是左右做人难的 第一就是唱片公司 第二就是做电视台助理编導 我们所谓叫PA 做PA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工作 以及非常辛苦的工作 将来有机会再分享 首先做唱片公司 当时我在电台已经做了一轮广播剧的编導 但有个朋友说 唱片公司找人做宣传及广告经理 听众好像很厉害 又可以跟歌星出秀 去外地 很开心 于是我政府工作也没有做 我去做了一份工作 就是唱片公司的广告经理 就被他管理这个字骗了 又不是骗的 但我真的不懂 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帮歌星订阅广告 想宣传策 安排访问 多有趣 好玩的 但这件事也要跟Koku说 有时候刚刚出来工作 因为Koku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恶的前辈 谁是谁 是不是我 他会知道的 试过有一个经验 我到现在 都有一点在心里有点似的 不过我当然不会再生那个人了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 坐完上身了 但就不会忘记了 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说 刚才我要帮歌星订阅一些广告 订阅 广告 广告 想过画广告 还有要安排 比如老闆说 好这个碟 我给10万 或者8万 你把它審 審意思是在出碟之前 摆摆摆摆摆摆摆 比如四期 杂志 那时候还有很多杂志 很多报纸 因为那时候那个出版业 没有给手机影响到 现在就不行了 很多书已经没有出 很多娱乐杂志 已经萎缩了 但那时候已经很蓬勃 那么就要想 好之前就出三期这些 两期这些 出完碟就再出 就是这样安排了 但是就因为那个歌星 公司就是老板 因为只有一个老板 给的预算就不是那么多 于是你会怎么办呢 例如老板给你一点点钱 你要用它完美 那你会怎么办呢 放大个头 立刻洗掉它 为什么你们两个会那么有趣 立刻洗掉它 然后怎么办呢 再算吧 我又不是这样想 我说不会分散投资 就是放在 你所说的那些 宣传放在最厉害的那一本 对了 因为它给的预算就不是很多 于是我就想试一下 就不是太多的 我審了几期 那些雜资啊 报纸啊 好了 那这碟就出了 然后呢 其实我不记得出了 应该都出了 突然间有一天 那个歌星打给我 梁吉祥 很少广告啊 告诉我 是不是老板不肯付预算 是 如果你说是 我现在立刻打电话就骂他 那那个歌星出名 就很凶 很害怕 很想知道是谁 是啊 但是Coco 如果你作为一个负责人 就是你叫做中低层 因为其实说叫经理 其实都很低层的 之前有两个老板 就是我上面还有两个老板 超高级经理 打给你 超高级经理 超高级经理 你说是否大班 如果是我现在打给大班 骂他 那你会怎样说呢 那我当然不会照说啦 就不是的 就慢慢来的 我们的宣传策略要 一般打工仔心态 你没理由 是啊 他按着个荷包 你快点打小去吧 没理由这样说 说真话 如果是这样 当时我就说 那又不是 都不是啊 我还没说完这句 都不算少的 下一句他已经来了 我背了你老母啊 哇 没什么啊 我不跟你说 叫谁说 直接打给老板 我上面还有两个老板 去我上面 我不跟你说 就给另一位老板 我刚刚出来做任务 也不是出来做任务的 但是几年左右 但是当时都会觉得 哇 原来这个圈子 是这么恶的 立刻要烧到我妈妈回答 已经真的粗口了 应该不止你妈妈 是你上面两级经理的妈妈 都会烧完 然后他继续在上面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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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不是很短日子 只不過見過不少娛樂圈的人 我經常說表面很好人 其實就很惡 外面很惡的形象 相反的很好人 然後這位歌手 再一次又再出事 就是幫他約了一個直播的訪問 在香港電台 從未做訪問的一個小時打給他 一直沒有聽 到訪問開始了 主持人說你的歌曲來了沒有 開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一直到做完都找不到他 玩失蹤那一隻